自打玩摄影之后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包里边总是少那么一只镜头 我呢最近也动起了换镜头的想法 这不是手一抖下单就买了一个新出的70-300 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啊都知道 我呢之前一直用的是这个55-200的 在视频里边呢也都推荐过 它的各方面表现呢其实都还算是不错 我呢用着也是觉得挺满意的 那这下可好了 遇到了纠结的问题了 手里边不能留两个长焦啊 那到底是该退了这个70-300 还是卖了这个55-200呢 咱们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70-300的外观设计呢和55-200非常的相近 它们的重量呢也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70-300为588克而55-200呢是580克 拿在手里边完全感觉不到差别 毕竟啊只相差8克 这点呢特别的重要 也就是说更换70-300之后呢 并不会让我在日常背负上有更多的负担 在体型上70-300呢比55-200啊稍微长了一点 镜头的口径呢也大了一圈是67毫米的 原来的55-200呢是62毫米的 所以说原来的UV滤镜啊肯定是用不了了 转接活呢也要重新购买 镜头筒在变焦后的长度呢要比55-200长出去很多 挂在脖子上的时候呢确实会觉得有那么点夸张 在使用55-200的时候啊有个问题 就是镜头筒会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自动的向下滑落很尴尬 富士在设计70-300的时候呢改进了这一点 添加了一个变焦锁定 也就是说您不用镜头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锁 镜头筒就不会滑落了 需要拍摄的时候呢也不用关掉它 只要一变焦咔的一声这个锁就会自动的解锁 设计呢还是挺人性化的 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变焦锁定啊 只是用来锁定镜头收回在70毫米端的时候 在其他焦段的时候啊这个锁都不能被激活 所以呢它并不能让镜头固定在某个焦段完全不动 镜头上的按钮呢比较的简单 除了这个锁定键还有两个设置的切换按钮 一个是手动和自动光圈的切换 A为光圈自动模式 旁边的是对焦距离的锁定 相比55200来说呀 添加了这么一个5米到无限远的对焦范围限制 因为这个镜头呢它的最近对焦距离啊是83厘米 打开这个限制之后呢83厘米到5米之间的这个距离就不在自动对焦的范围内了 这样一来呢可以很有效的减少自动对焦的时候拉风箱的现象出现 而55200的镜头呢是没有这个对焦距离限制的 但是呢它有这么一个防抖的开关 比较新的富士镜头啊其实都不再有这个防抖开关了 像新出的1024也是没有防抖开关的设计 这些新镜头呢都是由相机机身来控制防抖设置自动识别 所以说呢您赶紧把手上的相机固件升级一下吧 让它更好的和这些新镜头进行识别匹配 当初考虑给自己添一个长焦镜头的时候呢 确实也考虑过富士的100400 不瞒您说我把它放进购物车三次 然后呢又都删掉了 黑五的时候折扣其实真的很划算 但是呢我都没有下决心买 就是因为啊它太重了 我呢可不想每天拿着暖水瓶出门 真的太夸张了 在今年之前55200呢都还是富士长焦镜头当中 最轻便的一个选择 并且画质非常的不错 其实呢没有必要更换 但是呢我听说70300要推出的时候 还是动心了 最主要的原因啊有这么几个 一呢就是它的焦段 等效焦距107到450期 而55200呢只有84到305 最长的焦段457和305 这相差的150毫米呢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呢 我拍了这么点样片 您看看这是200段拍摄的效果 而300段呢可以看到这样的放大效果 如果啊您像我一样是建筑细节的狂热爱好者 那么70300这个镜头您啊一定爱的不得了 站在街上呢可以拍到几条街外的建筑特写 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300端的放大效果 真的非常的惊艳 让我呢用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城市和建筑 这些呢都是以前没有机会看到的精美细节 可以从照片当中看到70300的胶外虚化效果呢 也很不错 最近啊街边的植物呢都发芽了 我顺便啊也拍了几张花 给大家感受一下 这些呢都是站在树下拍的 最近对焦距离83厘米的感觉呢 也比较的舒适 并没有很难对焦的感觉 路上啊我还偶遇了这么只小鸟 光线呢不是特别的完美 所以就展示一下300端的放大效果吧 家门口树上的小鸟呢我当然也没放过 这只镜头呢有点让我爱上了打鸟了 等过些日子就去公园里边啊试试 大家别忘了来看视频 我呢顺便在家测试了一下微距效果 使用300端拍摄小宠物呢 可以获得这样的放大效果 远距离抓拍不会打扰到它 配合静音快门呢 让我也体验到了拍小动物的乐趣 这些照片啊都是手持拍摄的 5.5档的防抖呢还是比较的有效果的 您看我这张300端快门速度 慢到了只有三十分之一秒 照片呢还是很清晰的 当然啊这也有可能是说明我手 端的比较稳 现在都不是在300 现在都不是在300 现在是在70 就这个样子吧 如果我有300呢 我的天 我基本上只能看到这建筑的一部分 在拍摄中呢我遇到这么一个问题 用300端拍摄的时候呢会很像用望远镜 晃了半天啊根本就找不着拍摄的对象 后来呢我就摸索出这么一个小窍门 先用70端构图 然后啊把拍摄对象放在中间 然后呢再编焦到300端对焦拍摄 这样呢效率会比较的高 我买长焦镜头的目的啊 主要就是想拍摄建筑的特写 大月亮还有鸟和动物 在之前的拍摄时呢 55-200相对来说呢 还是有那么点吃力的 在一些场景当中还是拉的不够近 70-300不仅在焦段上有这个优势 更有诚意的设计呢 就是它可以使用增聚镜 富士有两个 一个是1.4倍的还有一个是两倍的增聚镜 也就是说装上这个增聚镜之后啊 原本的镜头焦段就乘以1.4或者是两倍了 我呢看上的就是这两倍的 300装上之后就变成600了 等效焦距将近900毫米 55-200的硬伤呢 就是不支持使用增聚镜 富士的镜头当中啊 曾经只有50-140和100-400 这两个红标镜头可以使用 现在70-300这种低配版呢 也能享受这个福利了 可以说是我期盼已久 简直呢就是梦想成真了 70-300的这个优势呢 也是促使我下单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使用两倍增聚镜的效果呀 还要等我过阵子买了之后 再来分享一下使用的感受 毕竟大多数时间呢 其实70-300本身就已经满足需求了 300端的放大效果呢 在日常的拍摄中啊 已经相当的够用了 在镜头的名称上呢 您可以看到70-300后面啊 多了一个WR的字样 说明呢 它是带有防水防缠的设计 比较适用多变的户外环境 在恶劣的天气下呢 多了一层保障 下雨下雪天也不用担心了 虽然55-200呢 也比较的抗躁 但是官方呢 并没有给出WR设计的认可 所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啊 还是小心为妙 以上的这三点呢 让我对70-300产生了莫名的好感 感觉呢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镜头啊 但是同时呢 我也会质疑 它的画质 毕竟镜头的焦段跨度越大 画质呢 就会越差 所以我对70-300的期待值 并不是非常的高 只要它能够达到55-200的画质呢 我觉得就值得换了 我对70-300这只镜头 各个焦段呢 都进行了测试 使用的相机是富士XT3 参数设置呢 是完全一样的 并且都使用了三角架 在光圈F11下呢 使用200-300端的长焦端的时候 四角边缘的画质 相对70-200端呀 会有轻微的下降 但是呢 并不是很严重 其他的焦段都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这两个镜头呢 最小光圈都是22的 在200端进行对比 它们的表现都比较的软 但是呢 咱们一般根本不会用到这么小的光圈 所以啊 可以忽略不计 相比之下呢 我比较关心最大光圈和F8的画质表现 所以啊 我分别在日光和夜景的不同光线下呢 做了对比测试 为了避免光线变化带来的差别呢 我特意在寒风中等到文圈黑了才拍的照片 在光圈上对比这两个镜头的画质呢 其实不太公平 因为70-300的最大光圈呢 是F4到5.6 而55-200的最大光圈呢 稍微大那么一点 3.5到4.8 同样啊 都是浮动光圈的镜头 意思就是说 随着镜头变焦到不同的焦段呢 它的最大光圈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70毫米端的时候 这个镜头最大光圈为F4 当变焦到300毫米的时候 它的最大光圈啊 就只有5.6了 我分别使用这两只镜头的最大光圈 在不同焦段拍摄了一些照片 同样是70毫米端 看似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啊 您注意观察左侧的建筑 以及上面的灯光 要我说呢 左侧70-300的锐度啊 相对来说要更高 光线的质感呢 也要更强一点 但是呢 似乎右侧55-200 在高光上的保留 要做的更好一些 再来看看 日光下100毫米端 最大光圈的效果 左侧呢 是70-300 在细节锐度上的表现 仍然要比右侧的55-200 要好很多 从这里的木纹 左下角的栏杆 以及船身上的铁锈 这些位置的区别呢 还是很明显就能看出差别的 回到夜景 使用200毫米端 最大光圈进行对比 我呢 怀疑是我没对上焦吗 右侧55-200的照片 好模糊呀 但是看右边的建筑啊 似乎又对上焦了 左侧70-300的表现呢 依然很出色 这个结果 真的是有点让我出乎意料 缩小光圈的F8 分别在70毫米和200毫米端 进行对比 70-300依旧略胜一筹 看来这个新科技呢 确实要提高不少 所以说呀 电子产品 您一定要买新型号的 要知道 55-200呢 可是2014年上市的 距离今天 已经7年了 说实话 对比到这里啊 我自己都有点恍惚了 因为用了这么久 我呢 一直觉得 55-200的画质啊 怪不错的 现在呀 觉得是自己 真没见过世面 我呢 甚至一度怀疑 是我自己拍摄的问题 所以呢 我又把 55-200拍摄的照片 又挨拨地看了一遍 发现呢 还真不是我拍虚了 经过这么一对比呢 我算是对 70-300的画质呢 彻底放心了 我估计这会儿啊 肯定有小伙伴会好奇 如果 100-400和 70-300对比的话 谁会输 留言或者是弹幕告诉我 如果需求量真的很大的话呢 我就去租一个暖壶 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我呀 也挺想知道答案的 虽然呢 我几乎不用70-300拍摄视频 看到很多人留言 想要看它的视频对焦表现 我呢 就小测了一下 日光下 对焦速度呢 非常的快 对焦的时候 会有轻微的马达声 但是啊 更重要的是 弱光环境的对焦速度 拍完样片之后呢 已经很晚了 码头上有灯光 但是呢 也并不强 ISO啊 都已经达到6400了 在这么弱的光线下呢 70毫米端的对焦速度 是这样的 我认为呢 还可以接受 算是挺快的吧 但是 到了300毫米端 就变得出奇的慢了 毕竟 在这个焦段的最大光圈呢 只有5.6了 对物体的识别 非常的吃力 要我说呀 就别跟这么黑的地儿 用300毫米端 自动对焦拍视频啦 直接切到 手动对焦 立马解决问题 经过这么一对比呢 70300呀 可以说很超值了 画质非常的满意 目前呢 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缺点 这个55-200的镜头啊 我就打算出手了 其实呢 有点舍不得 毕竟啊 已经陪伴了我两年了 上网一搜呢 看来最近换镜头的人 还挺多 好消息是 如果您对300毫米的超长焦段 不感兴趣 并且呢 想要大一点点的光圈 那么现在入手这个55-200呀 还真挺划算的 价格呢 只有70300的一半 最后的拍摄呀 就由70300和我一起并肩作战了 大家呢 也会经常看到它的身影 回头呢 等着哪天搞活动呢 我就去买一个两倍增距镜 到时候呢 再来测试一下 给大家分享结果 感谢收看 旅行摄影小课堂 如果您对其他富士设备有兴趣 但是呢 又不敢轻一下手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大家测试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呢 一起呀 把手上的富士相机玩好 享受摄影带来的乐趣 您猜下期内容会是什么呢 关注我有惊喜 咱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